女人最窩心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窩心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我去exchange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是和两个roommate一起住的 每逢夜晚要温书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私家桌子 而我因为去exchange 就没有带自己的桌子过去 每到夜晚 他们都会用他们的桌子来温书 而我因为没有桌子的关系 我就会用我们房间的一盏灯的光线来看书 但因为考试临近 我温得很晚 我出了去外面温 因为他们要睡觉了 我们那里是比较香蕉的 如果关灯的话就真的很暗 真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我打开房门 其实他们真的睡了了 我打开房门的时候 我发觉他们开了一盏台灯 他们的台灯是照去门的方向 他们是特意留过一盏灯的光线给我 让我在房间里不会吞吞 不会碰到 可以活动自愈 可以活动自愈 其实开了一盏台灯 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睡眠 但是他们也为了我而去做了这件事 我那一刻很感动 我觉得原来 这么少的事已经可以令人觉得这么窩心 如果在做每一件事之前 我都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想五秒 那我会不会就可以为他做一些窩心的事呢 这个世界又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呢